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我跟她是一个学校的 她比我大两届 是我学姐 那你们今天是没课吗 所以一起约着踹玩 我这不是出来实习了吗 刚发工资 说请她吃个饭 那干嘛只请她一个人 是因为她比较特别吗 不是 因为我刚工作 工资也没有多少 所以人多了请她 那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 我一开始在食堂吃饭 然后她去找她闺蜜 来要我微信 这不急 以前是这么觉得 现在感觉也就那样 就这样 那你还天天约我出来玩干嘛 我不是无聊吗 是 那方便单独采访一下你们吗 行 可以 你为什么经常约她出来玩 因为我想泡她 就直接吗 我觉得我跟她都挺像的 然后又爱吃辣 还有共同话题 那你为什么不跟她表白啊 因为刚开始她有个女朋友嘛 然后我们俩也没有过多的接触 后来分手之后 她也没有那种意思 然后我也没说过 那你觉得她这个人怎么样 嗯 她挺大方的 之前有一次我过生日 她给我买了双倒闺J嘛 然后花了她好几个月工资 这样啊 待会我们帮你制造个机会 你撩她一下子 啊 怎么撩我可不太会 对 哎你们还有朋友是单身的吗 我有个表妹非常涩孔 最近在牵手上认识了一个 985的陪余老师 身高1米85 8块腹肌 年限好几十万呢 网练靠谱嘛 哎牵手跟其他软件不一样 出色就要实名认证 不用担心遇到夏头男 因为会对男生的学历职业收入 这些认证审核 不能瞎填 我闺蜜的朋友也是在上面找的 她说里面男生懂礼貌有边界感 保持们快点评论区试试看吧 最近有没有想去哪里旅游啊 没有 如果我们给你们掏路费门票呢 那可以啊 那可以啊 那想去哪里 西窗门呢吧 现在呢有两个挑战 如果都完成了我们节目 就给你们买机票跟酒店 真的吗 啥呀 第一个游戏呢就是女生闭东男生 给男生涂口红 闭东这样吗 对对对 你还有经验吗 哈哈哈 是不是着急呢 那来吧 闭东 闭东是吧 哇 哈哈 好给你口 我要涂了啊 不要乱涂啊 你也不要 看我的吧 别跑别动 哎别躲男生 那涂开 哎呀 有手指 你正前涂得好看吗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叫什么 好看 哈哈哈 哇 你搞这么夸张 哈哈哈 哈哈哈 挺好看的 这样我们就带着你这个口红 进入下一个挑战 公主抱对视十秒钟 公主抱啊 啊 能冒动吗 这你这话说的 我这体格能抱不动 你好 呵呵 干啥啊 要打架是吧 好 相信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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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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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感觉男生快坚持不住了 你快奖励他一个 什么感觉 有点突然 一二四 走 看我干嘛 超有力 我急 十九 好 八 十秒是不是到了 对 你说我感觉男生快坚持不住了 你快奖励他一个 我 我也 在笑 我疯了 什么感觉 有点突然 你知道我为什么亲你吗 为什么 因为我想知道你的嘴巴软不软 你 你只是因为这个吗 对 不然呢 只是为了玩游戏不是因为喜欢 我 明明是你先对我的心 明明你早就已经如此肚定 你以为你 刚刚是因为玩游戏 现在是因为我喜欢你 好 好 好 那这样我们要不在一起 可以是可以 但是刚刚都是我主动的 现在换你主动 其实我一直都挺喜欢你的 但你也知道 我刚分手不久 然后我怕贸然跟你在一起 跟你表白你会觉得我是个渣男 但我现在不怕了 所以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愿意 哇 又签手了 男生 这都正式签手了 可不可以向我们证明一下 她是你女朋友 是 什么 怎么证明 我 明明 网上认识的靠谱吗 当然靠谱了 牵手呢会对男生的学历 职业 收入资产 这些认证审核 里面男生懂礼貌 有边界感真的不一样 宝子们想谈恋爱的 也赶紧去试试吧 等会准备干嘛去 去旅游喽 就这样我来加一下你们联系方式 机票 酒店什么都发给我 给你们搞定 好了 那再面对我们镜头 拍一个合照吧 你打电话给她室友 说昨天晚上天宇没回家 找不着她了 看她室友怎么说 没事 兄弟直接靠谱 随便打 来蹭一下兄弟 喂 喂 小伟 天宇昨晚没回家 你知道她在哪吗 天宇 不太清楚 我又没看到她 没看到她吗 可是我昨天看她发朋友圈 你们是在酒吧 在她喝酒 喝酒 刚刚在我卧室床上 咱们起来我 在你卧室床上 对 那你让她接个电话吗 天宇 天宇 嘿 你回来电话 她现在有点 有点猛的起不来 起不来 那你叫她吗 要不这样吧 等一方她起来 差不多醒醒一点 我让她给你朋友电话好 行 行可以 你让她给我打电话 行 拜拜 好 拜拜 好演技啊 奥斯卡小鸡人 都给她搬一下子 不是 打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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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小伟 昨天干嘛去了 昨天晚上没干嘛 你跟我女朋友说什么了 你朋友给我打电话 说昨天七九八了 我咋不知道这事呢 你知道吗 你别瞎说话我跟你讲 可是我是跟她说的吧 昨天晚上再亮 出去喝酒 然后喝段片了 今天还在我家睡 具体什么情况 我就不知道了 行 靠谱点 下次请你吃饭 现在吃饭的话 就追你好久的那漂亮小妹 你还记得吗 叫我一块战胜 你乱说吧 你是不是喝多了 小伟 你 你绝对说多了是吧 你别乱说话 我挂了 拜拜 哎 哎 哎 学妹 什么学妹 你说清楚 没有学妹 真没有 小秘密蛮多的 给挖出来了 小伟乱说话 真的你信我 信我 信我 爱的很乐意 你不要相信了 别生气 真没有 以后还敢让她跟兄弟一块玩吗 以后不行 不玩 不玩 好了好了 那我们回访结束了 等会儿准备干嘛去 等会儿去吃个饭 看电影吧 好嘞 那吃个麦吧 拜拜 拜拜 我看上一个儿媳妇 马上要被人抢走了 什么情况 就跟你说呀 我儿子喜欢一个小姑娘 但是她一直都不主动 然后磨磨叽叽的 也不肯开口 哦 明白了 那阿姨您是想让我们怎么帮你 我是想让你们节目组啊 帮我撮合撮合 我等一会儿把她俩叫出来 好好好 对不起 对不起 喂 妈 儿子 妈妈在小区这逛逛 然后碰到一个节目组 参加他们的节目啊 就有奖品送呢 你快点下来帮帮我 哎 妈 那一种骗子呢 能不能不要在这些小便宜啊 哎呦 是不是骗子 我还能不知道吗 你快点下来 穿得帅气一点啊 好 吃饭了 吃饭了 看照片应该是这个女孩子啊 哈喽哈喽 是萱萱吗 哦 是啊 你们是刘阿姨说的那个节目组吗 是的 是的 她不是叫你过来帮忙吗 是啊 那刘阿姨她怎么没来啊 哦 她在那边等你 那我们过去吧 好 男生 你知道我们这什么节目吗 呃 不知道 是我请他们来撮合你和萱萱的 妈 我不是说让你不要管这个事吗 那你又不主动 今天都要被别人追跑了 你跟刘阿姨关系很好吗 我看她一叫你你就出来了 是啊 她对我特别好 经常带我去家里玩 给我做特别多好吃的 哦 男生 那你问啥一直不主动呢 呃 有点尴尬吧 就是如果万一对拒绝的话 连朋友也做不了 现在小孩子都太怂了 那你跟刘阿姨家的儿子 应该也很熟吧 对啊 我们主要就是认识 她小时候老欺负我 把我弄哭 然后刘阿姨就会骂她 阿姨 您觉得今天做法能成功吗 只要她配合啊 肯定能成功 哎 女生 这款迪奥代妃在哪买的 这个最近超火 抢都抢不到 这个啊 这是我闺蜜安琳 我在红布林上买的 这款代妃的话 珍贵三折就拿下了 而且我发现 他们家的好货真的特别全 像中古的呀 珍贵断货的 都能买得到 哦 我知道这个 红布林是一个 二奢政品平台 每款包都有资深鉴定师 亲自鉴定 靠谱有保障 上面的LV 哭泣才一两千 低价买大牌 就去红布林 哎呦 儿子好好表现啊 刘阿姨就在前面等你了啊 怎么博弈也在啊 哎呀 你这就知道了 来了来了 怎么你也在这啊 我 我不知道啊 我妈让我过来 参加节目说有奖品啊 刘阿姨 这是做什么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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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肚子疼了 哎呦 你俩先聊着啊 妈 你别演了 快回来 还不都是你带坏的 关我什么事啊 不是你天天跟我妈在一起的吗 都怪你 哎 我听阿姨说 你们俩是初中同学 那岂不是欺梅竹马 是啊 因为我妈跟她妈 是资深的麻将爱好者嘛 他们俩经常在一起讲麻将 就导致我们俩经常一起玩了 可不是嘛 就是那一段时间 她天天到我家来 我囤的零食全部给她吃光了 那我辅导你功课 你给我点报酬怎么了 对呀 你个小没良心的 要不是俊轩辅导你 你连高中都考不上 还是刘阿姨讲话公道 你回头记得多买的零食小心我 知道了 俊轩老师 那你们认识这么久了 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她出动的时候老叛逆了 经常出去打游戏 有一次呢 还不小心把腿给摔断了 当着全校师生的面 在这儿做检讨 然后下来的时候 还不小心把手给摔骨折了 那是不知道怎么了 就跟中了鞋一样 因为这件事情 完成了全校的名人 大家天天都嘲笑我 那你后来还敢再翻脚出去吗 不敢 不敢 这种丢人的事情 做一次就够了 那还不是因为 我让轩轩看着你 这孩子啊 从小就怕媳妇 你别乱说话 那我们接下来要玩个小游戏了 今天玩的游戏就是 鼻尖碰鼻尖 做十个下的 开始吗 鼻尖碰上呗 碰上 到底怎么玩 好难啊 来 她一教你 摟着 你摟着她的腰 一定要同心啊 两个人 要掌握节奏啊 太棒了 秀秀 别害羞 我拍个视频给你妈妈看啊